五十年代,吴作人创作了大量反映现实生活,反映新生活的油画作品。 这一时期的作品明快、清新,使建国后画下心境的真实写照。 也是在这一时期,吴作人先生创作了一幅油画,齐白石像。 这幅作品成为了吴先生的经典之作,后来被载入中国人物油画肖像史册。 现在看起来,这幅画依然令人回味无穷。 所以他对齐白石的理解,那种感情是非常真实的,也是别人不可替代的。 如果用照片画,那个就差多了。 因为他对吴先生对齐白石,那个言谈举止,他的风貌,那种感觉,深刻地印在他自己脑子里。 所以他在画这张肖像的时候,现在大家公认是最传神的一张。 这个神在就是把这个齐白石那种,容易说大师那种沉稳,刻画得非常的这个,可以说是避震吧。 你看看他那银色的胡须啊,飘飘然的那个银色的胡须,显得风度凛然的。 另外他那两只手,你看有一只手正在捏着毛笔,在琢磨着怎样下笔。 另一只手啊,给你感觉好像正在铺着纸,正在运出一张画一样的。 所以这个手和脸的形象配合起来正好是,齐白石这个,他这个大艺术家的这种一种风姿。 1958年,吴作仁先生担任中央美院院长,成立了吴作仁油画工作室,创立了一套新的教学体系。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后期,吴作仁创作了大量的中国画。 那一时期,吴先生的国画作品,现在还收藏在中央美术学院的陈列馆里。 吴作仁在中国画的传统上既往开来推陈出新,坚持施造化夺天工,以象征寓意义性的手法创造了崭新的形象。 他笔下的骆驼、金鱼、熊猫、牦牛等,都将人格精神力量与质朴生活气息融为一体,创造了轻松、简要、刚健、清新的风格。 1985年,第四次全国美代会在北京召开,吴作仁当选为中国美协主席。 作为中国文化的使者,吴作仁多次出访欧亚美等国家和地区,为世界文化的交流搭建桥梁。 由于他对世界文化、和平及美术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。 1988年,吴作仁再一次荣获比利时国王颁发的比利时王冠级荣誉训章。 吴先生上课情况,今天想起来还历历在目,因为他教学是很有特点的。 他因为不但是一个中国一个很不得了的艺术家,他同时是一个在这个学问知识非常广播。 他是一种,就今天我们说的是,荣著古今学贯中西这个学者型的一个教授。